嗨,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产的分析师Brent 今天视频稍微做的有一点点晚 今天市场呢,三大指数走的也凑合吧 到琼斯的标普和纳指都是下跌的 然后但是早盘的时候又有那么一点点要反弹的迹象 开盘之后呢,是盘前整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比较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呢 掉下来在日内形成了一个非常震荡的 日内初期的时候非常震荡的一个横盘整理 在这个横盘整理的区间里面呢 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做收敛型的形态 可以说是一个收敛型的三角 早盘的这一块现在特别的明显 那没有什么指数轮动的现象 后来呢选择了向上突破 但是突破也没突的太猛 到尾盘的时候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原本是收敛三角 尾盘的时候来了一个扩散三角 再度开盘之后 现在呈现着还是一个偏下跌的一个状态 这个前两天已经和大家提醒过了 大盘回调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现在我看一下标普今天是多少钱 标普现在什么情况 SPX SPX今天是跌了0.86 收盘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收敛型的三角 从K线的角度上来看 30分钟肯定是进入到调整的格局了 这个调整的格局呢也许是回踩 也许是以盘待跌 这个呢我现在还确认不了 确认不了的时候呢大家只有一个操作方法 就是设定好你的止损点 现在呢今天市场向下回踩之后 给了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下跌 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 就是这个4280的位置 大家只要把4280做好止损点就可以了 你是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去做多 因为它已经回踩过了 而我们今天看这个QQQ 它也给出来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日内 比较强势的一个上升的反弹的一个信号 所以你愿意做多的话呢 止损是特别明确的 就是下方354 对应的这个SPX 通通都是今天的低点 如果跌破的话呢 都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往下去走弱 今天的低点是4288 差不多会这种情况 我这边的交易呢 我不仅没有去减仓 我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我还加仓了一点 UXY的仓位进来 今天早盘还加仓了一点 因为呢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Wix的期质 我这边没有 我来看一下Wix的期货 呃这个这个是Wix的期货吗 好像不像 Wix 好这个应该是Wix的期质 还是不太一样啊 和我在 呃和我用TD看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这个Wix的期质呢 现在看出来我 但是这个图和我期货里面的 和TD里面的 差不太多 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这个是Multity Multity 但好像有点 好像过期了呀 好像过期了 但是还是今天可用的 哦 不行不行不行 不好意思哈 嗯 标普500 Current Contract 理论上来讲就应该是这个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的和Wix指数是一样一样的 我想看的是那个Wix期质 算了我找不到了 我因为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我没有开TD Wix的期质呢 和UVX的情况差不多 就是脱离了这个底部 从形成了一个上升三角 这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突破 突破之后呢 回踩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再进一轮的 可以再继续向上去走强的 去到个下一个压力点 33块4左右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今天呢 我没有卖UXY 没有减仓UXY 反而加仓了UXY 我觉得大盘还是有下跌 如果明天我们在一开盘之后呢 大盘还是呈现着一个下降的状态 大盘还是下跌的 我就会减仓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击穿了20天均线了 整个的市场 我们这两天虽然去提醒大家减仓啊 提醒大家离场啊 但是整个的市场是一个牛市 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牛市回踩20天均线 都是大家一个重新入场 重新介入的机会 我们走着看 我们接下来的 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做节目嘛 我们每天都会跟大家跟进 大盘怎么走的 我们的想法有没有产生什么变化 好 目前呢 如果你要强反弹 就是4280 这个止损是明确的 我呢 如果说掉下来之后 反抽 反抽 因为大家想一想 今天我为什么没有把UVXY给卖掉 我不减仓UVXY 它已经反弹回来了 假设说 它打到均线的位置 它不出现回踩 那就证明它还在涨啊 还在涨 再涨这不就微星反转了吗 在这个位置上面 出现微星反转的可能性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掉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震荡 如果双波调整 而后选择往上 这里 我觉得大盘应该是要涨的 大家要尊重这个现实 大盘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向上去走强 我应该会把UVXY呢 给拿掉 然后反手向上开多头 继续去做多 我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这么操作的 会很灵活 在现在这个市场里 然后黄金 我觉得应该是看震荡偏上行 这个是黄金的一个上升的通道 这块呢 我估计是个震荡 但整体应该是一个偏上行的 一个运行轨迹 原油 有一点反弹 原油呢 是看震荡偏下行吧 这个是我对原油的一个观点 然后明天呢 会有原油的库存数据 我们在黄金身上 见过这种形态 掉下来之后 打破均线 反抽 没有过前期的高点 然后再瞎杀 所以我还是不想做多原油 到目前为止 行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大盘 然后呢 我再想补充一下 前两天呢 因为已经给大家再三强调过 希望大家呢 减仓 手里面持有至少50%的现金 然后 还有很多的会员 他在看到我们 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呢 他经常会问 比如说就是昨天的行情 他说老师 我们可不可以买苹果呀 可不可以买亚马逊呢 大家其实都没有看到 苹果是八连羊啊 连续涨了八天的苹果 你还敢往上做多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个市场要多么的强势 才能让苹果就走出来 接近90度的这个上涨幅度 还得继续往上涨 所以以盘带跌横一下 再继续往上涨 还有可能 你指望着他天天连续涨 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 那纳斯达克这边也是 大家呢 会问出来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进场啊 要不要追着买的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情况下是大家 不太会画图 其实如果你会画一下K线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差不多 是不是 这是第五下 他一直呢 都是在顺着这个通道 往上去走到的 所以大家只要去把握住 这个通道 保证这个通道不走坏 这个市场就应该是 整体是看涨的 但是在上沿边的位置 他每次到了上沿边 走的状态都是回踩啊 都是下跌啊 所以你这个上沿边的位置 你还怎么能进场呢 你当然要等回踩下来的时候 再去进场做多呀 对不对 你比方说现在 现在的进场 你肯定要比这里的进场要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前两天一再提醒大家 减仓的原因 因为打到压力上沿边了 上沿边的意思就是阻力的意思 这就是趋势线的意思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 对于这个趋势线的理解 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你做短线交易 你就一定要画图 因为做长线交易 你做投资 你就必须要去学会 如何看公司的财务 如何分析公司的财务 了解CEO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的内部信息 但如果呢 你做的是短线 短线交易这边呢 你就必须要学会投机 投机你要会看K线 要会看图形 短线交易 就是一种K线走势的交易 三两天的交易 它和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 美联储的政策方向 这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就做那么几天 你管大方向干什么 那是国家级别的事情 就交给那些基本面的投资人 去做就好了 我们呢 做投机 看K线 这就是短线交易 和什么利率啊 和什么美联储的决议 QE 黄金美元的走势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大家要分清楚 这个这个点 当然了 刚才我说的这些 就我们的趋势的判断 是有用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行 那怎么画趋势线 如何去正确的画出来这个趋势 因为我有时候看大家趋势线画的不对 如果通过趋势线 判断你这个仓位是该走还是该留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周星期天 会给大家做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视频 然后是美股常识 这之前的都是我们曾经已经做过的 打信号的是收费的 其他的都是免费的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之前那些免费的视频的话 你们可以找客服 也是我们这个周星期天 我们会讲的 就是美股常识 趋势线及常用形态 就是什么是趋势线 然后呢 如何画趋势线 什么是趋势线 K线如何把这个趋势线给它画出来 这个是这个周星期天 西部时间下午三点 东部时间晚上六点 我们会来跟大家做的节目 我会讲 这个周不是Jackson讲 我会来跟大家讲 如何画趋势线 我会把我在市场当中 最开始如何学习股票 怎么去找到这些趋势线的画法的经验 来跟大家去分享 你就不需要自己靠时间去摸索了 然后呢 我们那一天会不是在YouTube上面啊 我们那一天是有一个ChineseFN的专属链接 中文投资网的专属链接 然后和我们的直播画面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呢 那天要看我们的专属链接才能看到那个视频 然后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说是打电话 或者是加微信 ChineseFN168 反正你扫一下二维码 或者加这个ChineseFN168 或者扫二维码 或者打电话 然后你跟客服要那个链接吧 行 然后 现在是七指 现在是西部时间的10点02分啊 这个七指在这里来回的阵 我不知道 待会我睡着了以后 我做完这个节目 我就要睡觉了 我不知道呢 我待会睡着以后 这个行情会怎么变 也许双波调整上来了 那可能明天就是将我讲那样 我的UVXY会拿掉 然后我们就开始开仓做多 不要怕 但是呢 它不往上去突破 在这个均线位压制压制压制 上不去的时候呢 形成这样子的下跌 这一层一层的 尤其是拿掉了今天早盘的这个低点的时候 这个大盘就还会有进一步的下跌 但是anyway 再跌破这里 我就会减仓 减仓我的UVXY 开始重新的去布局多头 大家多多关注阿里巴巴吧 这个阿里巴巴现在呢 是有很多的政治风险 有这个问题 有那个问题的 我看今天盘后阿里 好像涨了不少 是不是 OK 我还是非常看好阿里巴巴的 它的价值 我觉得被低估了 现在的阿里呢 只有5000亿美元的市值 5700亿美元的市值 我们今天针对长线 中线 短线的阿里进行了全方位的开仓 但是只开了准备开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还会 还会有三分之二的仓位 拿到阿里巴巴里面 行 我继续跟进 好吗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然后我今天有一点点晚 希望大家明天 多多都有一个好的休息 然后明天我们在市场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